农历七月吉祥月的真谛也就是摘戒护生 感恩孝亲 此季新加坡分会也在晋司堂举办了吉祥祈福会活动 现场更设置了环保展别具巧思 配合七月吉祥祈福会的活动 新加坡次级职工在晋司堂外围设立环保展 把握因缘宣导 同时也让惠仲知道素食也是环保的举动 其实他说养牛肉是需要很大的场地嘛 对吧 就是砍掉那个树林啊 这些都很不环保 carbon footprint from animals是很高的 其实你要拿到protein 苏鸡那种都有 去外食有没有带主食的碳族机 检视着自己所制造的碳族机 志工发挥巧思 以不同方式呈现环保讯息 是要表现出这个是一个海洋啊 那些鱼类海洋生物也会误以为这些垃圾就是食物 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啊 没有想到他们会去射那种塑胶 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用的 不要随手乱丢 在展区里 一只只挂着的宝特瓶是 志工骑着脚踏车或步行 沿着社区街道减实的 原本要带给惠仲震撼教育 没想到过程中志工有了新体悟 也有了新习惯 现在我如果骑脚车我会拿一个索脚袋 如果是有宝特瓶我会觉得 实际上这个对我本身是一个新的习惯 环保展区虽然很小 但是志工用新规划 每份展示品都是一份心思 希望会众们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共同维护我们居住的环境 待新闻新加坡综合报导